我們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我們哲學星期五在台中 今天很特別是我們哲學星期五在台中的一週年的日子 也是我們的生日 我們一年前也是同樣在好辦這個地方 開始我們哲學星期五 其實在一年前我們沒有想到說哲學星期五可以 一整年然後每一個禮拜五幾乎每個禮拜五 我們除了像過年這種休假的 每個禮拜五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可以有不管人多或人少 我們都有不同的議題可以來介紹活動 那今天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 慢慢舉個手讓我們知道一下 好請放假 幾乎有一半都第一次來 那可能有一些人大概都來過哲五 有一些人沒有來過可能有聽過哲五 那不管你對哲五的印象是什麼 那其實我們其實在台中耕耘了一年多 這一年來每個禮拜五我們透過介紹不同的議題 那當然不是說每個禮拜你一定都來到這裡 那基於你有興趣的這些議題 那我們相信所有議題裡面背後有一些公共性的存在 所以不只是一些政治性的話題 那包含像是我們也談音樂 談體育 談藝術 各種各式各樣的議題我們都可以談 那在談的過程裡面 就會凝聚說我們對於這些議題它背後存在哪些公共的想像 那這些公共的想像以外呢 我們也希望說來到哲五來談的這些人或團體 可以把現場來到哲五這邊也就是各位 你們如果對於這些議題或對於今天來談的這些現場的人 他參與的一些行動有興趣 你就跟著他走 或一些團體就可以跟著他一起來做行動 所以說我們兼具有一些不只是來輕談而已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有更多行動念 然後可以帶動說 在台中這樣一個城市 我們不要讓他吵架 一直吵架我們只是風化城 我們帶一些文化的東西 然後透過文化來改變我們的所謂的政治 然後改變我們台中的政治生態 然後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台中人就是永遠都是只有黑道黑金的存在 我們還有其他的想像可以在這個城市 那其實我覺得透過這一年來的操作 最重要的核心其實不是在於單一的個人的身上 比如說我幫忙策劃了哲學星期五 我當然不是因為 只是因為我 而是其實透過我們在哲學星期五 我們是有一群的志工來組成的哲學星期五 所以才會有每一個禮拜的大家 透過志工的發想 才會有不斷的有一些活動會出來 不斷有一些主題會出來 那所以在一週年的今天 我一定要先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謝謝哲學星期五的志工 然後所以我要 首先我要直接 因為我們這 其實我們哲學五台中的志工 大家都非常低調 在默默的奉獻 然後無私的奉獻 他們都不會強調出自己的身份 或自己個人 但是我今天要特別來介紹我們哲學五的志工 因為我覺得他們非常辛苦 那我要先介紹 我們每個禮拜的開場主持 簡佳佑 志工具有介紹到嗎 跟大家會的手 然後還有包含 我們也是凱軒喝凱軒 他也是我們會負責幫忙開場 高嘉義老師在哪 高嘉義 他在這裡 好 站起來讓他看一下 這是低調 高嘉義 然後他也會負責我們一些 開場的工作 還有 我們平常現場的一些行政工作 俞成 他會幫我們做栽藥文字紀錄 這樣子 Lisa 也是幫我們做一些很重要的現場工作 然後 還有幫忙 其實我們會有做現場的轉播錄影工作 後面這個是我們陳漢 好 好 好 然後另外阿峰跟淑慧在嗎 還沒到 OK 對剛剛有到 OK 阿峰跟淑慧也是我們負責我們轉播 然後另外前面幫我們攝影的廖家瑞大哥 好 然後 我看一下 對 我們每個禮拜五這個banner的設計 每個禮拜都會有不同的banner 大家都應該覺得說 台中的只有每個禮拜的這五十幾個禮拜以來 每個禮拜都要做這些事情 就是靠賴怡玲 怡玲她很辛苦和幫我們做這些很棒的設計 還有沒有我沒介紹到的資工 對不對還有 我們那個折五的大總管 那個我們管我們錢的 還有其實她是 在台中要協調非常多的事情跟工作 還有包含說去協調團體啊個人啊講者 她都要負責很重要的一個協調的工作 還有策劃的工作 這是我們姓榮 明醫師 那所以其實 折五的組成 其實像我們 大部分我們在折五的志工 其實都不是 以這個 所謂的學生 我們都不是大學生 可是大家其實都是平常有各自的工作 上班族 要去忙 可是大家透過她 工作之餘的時間 來投入哲學星期五的運作 阿楓跟淑慧來了 他們也是負責幫忙我們轉播工作 我現在在介紹哲五的志工 然後所以其實是透過這樣子 大家不斷的 無私的奉獻 真的就是大家都是無私 都不是為了什麼嘛 來到這裡也沒有辦法有名 大家都低調的在奉獻這些事情 那所以說不管每個禮拜 冷天還是很熱的天氣 下雨 或晴天 這些人每個禮拜 我就是會來到哲五 來提供大家 一個好的場所 來做一個討論這樣子 然後還有 我們這個場地的主人 我要特別介紹 是好伴的 架緣的佩琪 對 他們提供了我們非常好的場地 無常實用 我們在這一年來 他們無常實用 你看這個禮拜 我是一個黃金的時段 那可是他把這個黃金時段 讓出來給哲五 來做這個公共的論壇 你看他少賺了好多錢 好 那所以 我覺得 我們也非常感謝他們提供了這麼好的場地 然後讓大家來認識哲五也好 來認識 這個沒落的一個中區的城區 平常你可能不願意來這個中區 可是 你覺得 也許這裡是落後的 沒落的 可是 透過好伴 他們不斷地在這邊社區開始投入 用年輕人的創意想像 然後投入到這個社區裡面來工作 那我覺得說 其實包含哲五 我們也投入到這裡 我們就看到說 這個城區 它有一個新的可能性 又開始慢慢出來 然後我們 越來越多年輕人 願意回到這個老舊社區裡面 然後我們也許 可以透過這些討論裡面 我們又可以給這個社區 不同的想像跟活力 那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行動的開始 然後我看到說 因為清凱都說 我們是寂寞的靈魂 因為大家都是少數 我們是社會中的少數 可是聚集在一起就會有力量 那我希望這個力量 我們可以逐漸發散到台中的每一個角落去 好 那我就簡單的介紹 台中的志工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就要回 回馬槍 來來來來 好 就是 還是由我們的傳統 每一個人要自我介紹 由這個加油來開場 好 OK 大家好 好 因為剛剛看很多是第一次來的 好 因為你們知道去年第一場的開場主持是誰嗎 有沒有去年第一場有來的 沒有 真的假的 有嗎 有嗎還是有嗎 那第一場的開場主持是誰 就是今天的主將生 就是今天的主將生 所以你看他人生進階了 他一年 一年之後他人生就進階了 對 好 那因為如果有來過哲人 就知道說每個禮拜 我們都會進行自我介紹 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希望說 每一個禮拜上 我們會有不同的主題 不同的人來討論 可是每一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針對這個議題 提出你的想法跟疑問 來跟今天的主將者討論 而不是來這裡替主將者 來對大家尊尊教會 這樣 所以我們在待會兒的自我介紹過程當中 雖然只有短短四秒 你看今天人那麼多 已經滿到那個名權度了 剛剛 我們剛剛有那個 警察車在那邊巡邏 所以 待會兒我們開始自我介紹 所以我們都說這個十二秒鐘 大家記快 那如果你這幾天 也許看了很多的文章 有沒有 連我們的文案都列了很多 相關的文章以及討論 就是說針對今天的主題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想法跟疑問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個短短的十秒鐘 來提出一些疑問 我們等一下會直接把那個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會直接踢在 會嗎 會打開嗎 等一下會直接踢在這個螢幕上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這邊還有位子 大家可以進來坐 好那我們就要開始自我介紹了 自我介紹講什麼 就是講從哪裡來 你是誰 好 為什麼要來 對就從你開始吧 好 好 那 沒想到這麼久沒來 今天第一部第一部要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一個 父母關係社會藝人 然後 對 然後 好 我叫你來謝謝 好 我是陳柏勳 然後 我來自高雄在台中工作 然後 因為 朋友的關係介紹之間 但是朋友沒有來 是朋友跟你講的 朋友介紹 但是 他可能忘記了吧 好 沒關係 也許你等一下就會提到 大家可以在外面吧 大家好 我叫信安 台中在地人 然後 我在台中呢 35年 就是出生到現在35年 所以 台中的文化正在改變中 這是我對今天來到這裡的 我最大的感受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柳 我從台南來的 現在在台中科大主俗 對 好 謝謝 不要比張 不要比張 大家好 我本身是嘉義科醫師 那今天很高興 第一次來參加台中的哲禮 大家好 父親黃 也是嘉義科的醫師 那 去年第一次我有來啦 那是我站在門口 今天 真好 今天升級的可以坐在裡面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劉軒 然後 我覺得 最近查理這事件 還滿 受人注意的 都很好奇 就是 到底這事情 還有什麼樣的思念 所以來聽看看 一些 大家好 我是雅筑 有點久沒有來了 然後 所以也不知道 改成7點半 7點就來了這樣 所以7點來 也可以在那 最前面的搖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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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張寧 我是台北人 那現在是研究生 那有機會來這邊 台中這個城市旅行 那也是偏偏有介紹來到哲禮這邊 那希望今天能夠了解不一樣的觀點 謝謝 其實台北宥州 我也知道吧 好 大家好 我姓鄭 我住在附近 那今天這個題目很吸引我 所以我就過來了 那我坐在這邊不遠 那我來了幾次 那感覺還滿好 不過今天人滿多的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要找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議題的觀點 謝謝 請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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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一次來這邊 那有這麼多 就滿壓抑 那感覺就滿不錯的 辛苦一下 大家好 叫蔡嘉勳 我們現在是 溫度月刊的總編輯 那偷偷打廣告 三月要初刊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這個 這個你的里長 薛浩 謝謝 謝謝 對啊 你其實 那個里長也是我們的志工 大家好 我是哲浩 我是來自西屯 因為西屯長期以來 就是都沒有這樣子設來 所以我想說我來這邊取景 像以後哲偉可以移到西屯去辦一些 西屯嗎 西屯嗎 是台中市第四選區 南屯跟西屯的那個西屯嗎 沒錯 太好了 謝謝 你知道你們的立委要被罷免了嗎 應該的 好 我要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是16號 明天是17號 18號開始 18號開始 在南屯跟西屯區 有一群人要開始來推動 罷免 當區立委 蔡錦隆的第二階段的連署 請回去大家告訴大家 好 那盡量多談一下我們今天 我們可以提出問題嗎 不然我們今天 那個阿凱來 他就 比較輕易的放過他這樣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你跟哲浩一起來 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 很多人讓我有點嚇一跳 不過很期待今天的那個主題 希望可以吸收到很多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張如音 然後我現在在一個教育基金會上班 然後因為我負責的案子 是跟大學生的第一禮物計畫有關係 然後 所以我現在會開始跟大學生接觸 那我覺得來就是 折舞接觸一些現在正在發生的議題 也可以讓我帶回去跟大學生他們分享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計畫更完善 所以我就要來這邊穿進去 謝謝大家 這邊這邊好 傳進來傳進來 對傳進來 因為待會外面的也就會跑掉 所以讓他們都等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郭麗瑩 一起去期待在台中國軍發明團 醫院 他們同意 謝謝 我叫張介岡 我在 我是台北人 然後在台中工作 然後 我是第一次來現場 但是我之前 每一集的職務 都有在醫院上場 好忠實喔 大家好 我是毛彩文 我從台北來的 我是工業設計師 你今天是第一次來折舞 你有去過台北的折舞嗎 沒有 沒有 你根本就是不給他面子嗎 大家好 我是義工高二生 我叫做折文 然後其實我現在 一定要在馬修 原來是賭卒 不過又要斷考 不過 我們老是說 我們不可以說 為了斷考 然後放棄你賭卒 然後是誰 所以我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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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哲鴻 那今天哲舞有好多 我覺得蠻溫暖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吳宇慧 是一位編舞家 對 然後也是芭蕾舞者 成吉他舞者 然後常常會用自己 自身經歷的事情 看到的事情 政治的議題 靠鬧的新聞 最近發生的事情 然後變成自己的舞座 然後在台中 在地做一些 做發表這樣子 然後希望 今天也是因為這樣 音樂機會朋友 約說 欸來啊 如果你有空的話就來 然後希望 藉由這一次的演講 充集 看可不可以做出一些 新的東西來這樣子 好 也許我們下次也可以要求他來談一下 舞蹈跟公共事務的 關聯器 我們也可以探討 就是讓他分享一下他的 心路歷程這樣 好 下一位 哈囉 我叫Dariance 然後之前在倫敦 德藝藝藝藝藝藝藝留 然後現在就希望去 那次從事藝藝藝藝藝藝藝工作 目前跟他在合作一個舞台劇 舞台劇後可能也會在台中演習 所以 對 來看表演 哈囉大家好 我叫雅人 我現在在當地森遊戲 然後我 知道這個議題有說就是很想提到 這個社會對於言論自由的容忍度到什麼程度 妳要多談一點嗎 妳是第一個提出問題的人 好啦 妳講一下 還有什麼妳有特別針對這個議題 妳有特別想要說的 就是說除了對言論自由的容忍度到哪邊的人外 謝謝妳在面前那邊 好 劉璇 剛好我叫中華 那在金融界服務 剛因為他很巧就是 最近我的表弟介紹我 就是看一個哈佛大學教授嗎 中間的那個正義的講堂的課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本身私底下不學無事什麼都很有興趣 然後就很巧很好 我這個一年機會就是又有人邀請我來 上這個哲學的課就覺得很棒 然後繼續學習就覺得很棒 大家好 我是幼生 然後其實我是高三的學生 然後就是 但是其實我也只有大學了 然後 然後因為我大學需要寫一個Acent這樣 然後我想要寫這個意思 所以我今天就來了 大家好 我是哲仁志東嘉義 因為這個標題是寫說 我是查理問號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我想說 除了 因為網路上在這一周 非常多的文章 很多人在第一時刻就表態 但是其實 另外一種狀況是 有人辦得一周之後 才開始陸陸續續去做一些回應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出來 所以我就在想 那我自己就看了這麼多文章 或是 有一些文章 我發現我不會點進去看 那我到底自己的立場是什麼 就是回應到我這日常生活當中選擇 我到底會 怎麼樣 除了看待這件事情之外 以及在我日常生活當中 我會怎麼樣去做一些實際的行動 就是這樣講得有點模糊 但我覺得其實 如果大家到現場的話 或許可以去想一想 除了 你認同某一些概念 但是另外的部分就是 你實際的行動 是不是真的就跟你的概念 是一樣可以結合起來 我希望說今天能夠 也聽到更多大家 自己的想法 以及對這個事件的一個看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樂慈 然後我是台中人 也是集團區的 上次有參與過法典的 然後 然後 我現在在台中的一所國中當輔導老師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來折舞 之前就一定有看過 然後想要來 但沒有來成 然後今天第一次來 覺得很興奮也很期待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嘉隆 我是那個 現在在教育局裡面 當學校社工 對 然後 社工這個工作 大概對我來講也是 可能會 社工會來到參觀還是會議題比較少 但是我也覺得這是應該要的 因為社工養的價值裡面 其實第一個應該談的就是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我覺得在 放學前參與運動的現場裡面 其實蠻少看到社工的生分出來 所以我也希望 離開台北回到 來到台中或未來 可能再回到移民工作的時候 可以再把這樣子的 乾淨均負人生 謝謝 那你應該來對地方 因為社工有非常多的社工 因為社工要舉個手啊 對 其實這裡還蠻多社工 對 大家晚安 我叫嘉隆 我是台中北部 然後 然後 很謝謝 台中社工 每個禮拜 都很用心準備講座 然後 祝台中社工 所以誰就快樂給我越久重了 國運昌隆 國運昌隆 大家好 我是季廣 高校高中科學班 三年級 那我離學這剩15天又13個小時 那 就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對對對 你離15 剩下15天又13個小時 那你還特地要來 我們一定要聽一下 你對今天的這個主題 有什麼你的想法 或者是疑問 我高中是台湾文學社 那 台湾文學社 是一個 有一點政治意識的社群 所以我常期待接觸一些地方上的政治活動 或者是 包括像這個 微弱勢發生 或者就是 為比較強勢的一些媒體發生 一些議題的關注 所以 其實來這裡是想要平安看 就是大家 社會上對這件事情的才管 因為 其實我覺得那個 媒體的應用 或者就是說 如果是跟長期之間的關係 還是值得大家去關注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直語 我是從剛好來的 就是 不管約我 一直來這裡 然後因為 學校上課都沒有 就是會不會討論到有關這個事情 老師 上課也不會講到有關於 像這種社會案件 所以 想來這裡 看看大家 好 好 後面好不好 先 後面 最後面 大家好 我叫阿培 我是住台中南盾 我是醫療人員 剛好就排到家 一直都想要來 然後就終於排到家 樓梯上面也有人嗎 我自己看不太大 那個樓梯也不要躲 嗯 就是 我也是剩15個小 欸 15天 15天又13個小時 15天又13個小時 要考學生的考學生 然後 就是 因為 去年哲武第一場的時候 我 我有個學姐 然後他也是要考學生 然後他沒有來 然後他聽到我來的時候就很 就 他就很難過 然後我想說 既然這樣的話 那今年 哲武一周年 我今天還是來好了 然後所以我就來 謝謝好 我是台中平中 長三生 然後我是跟朋友邀來的 然後 就是 很希望提名今天的 第一主題 然後 就是希望可以學到東西 我也是 高三生 然後 先是我第一次來到哲武 然後 我是因為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然後想要 今天 除了媒體表面上 講的那些 事實之外 想要聽更廣泛的意見 這才會來到這裡 然後這樣今天可以學幾道東西 謝謝 媒體上面的意見是什麼 你覺得媒體上面的意見是什麼 那上面就是 那主要就是說西方國家 就是 說他們的言論字有被侵犯 可是我 我個人的想法是 就是這件事情是因為 我是查理這個夾志 查理夾志 收看 他就是 他先 他先 變汙了 就是伊斯蘭教的 莫坦莫德 反正就是侵犯到人家的教育 所以恐怖分子 才會有這麼激進的行動 可是他們好像是 只是說他們有那個 言論字有 然後 我就覺得很不以為 然後 所以想要來周庭 再增加一點 好 有些被課放在哪裡 喂 喂 我是欣怡 然後 我覺得我一定要抱怨 你看 因為最近的折舞的 陣容都太豪華了 你知道 當學生的時候非常苦惱 然後 然後 我連 連參加了兩場 就是 上一場也非常的 就是 演講的內容也很棒 然後 我是想要說 就是 跟大家推薦一個 也是 關於哲學議題的 嗯 詞編叫做 哲思台灣 然後你在Podcast 還有 YouTube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然後 他也有對於這一次 我是查理的 這個 議題 然後做分析 我覺得他的哲學處理 還有他的態度 就是讓人很敬佩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這個廣播 好 所以都題上面講完對不對 好 麥克風上回來給我們 在 廁所外面的 OK 對不對 剛進來就自我介紹 不要跑 大家好 我是小兵 然後最近的議題 較有興趣 所以就來了 這是非常官方的說法 大家好 我是Ember 就是一樣是非常官方的說法 謝謝 欸 這邊 大家好 我是導播前進的職工 我叫華芳 那今天想要來了解這個議題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張伯彥 然後我來自內力的原資大學 然後主修國際企業 然後今年大一 因為我們有一堂課 我們的期中和期末的作業是大辯論 所以我對於思念這種東西還算蠻有興趣的 然後靠近一點的題目就來了 謝謝 大辯論 講快一點 大家好 我叫劉璇 然後我是阿拉同學 然後我今天會來是因為 其實我對於這個議題的話 我也是認為言論的字有權應該是 大家應該要接受 就是 我們老師有說過一句話就是 你可以在我的鼻頭前面揮動拳頭 但是你不能碰到我的鼻子 就是意思是說 你可以反對我的言論 可是你不可以對我動手 或是你之類的 所以 其實我最多 我只能對於這個議題可能 講出言論自由 就言論自由 可是我們要把更深入 比如說像剛剛高三的妹妹 就是覺得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跟她 繼續論我們的辯論之類 我們立場不同 我只能表達 我頂多只能講說 就言論自由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來學習 我該怎麼再繼續跟人家 討論這個議題 好 大家好 我是哲武的志工臺軒 那其實言論自由可以討論的範圍很大 那你又牽扯到了 宗教跟文化 其實這是個很複雜的議題 那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討論 這樣子 你幫我們講一下那個 哲武的精神好不好 那個 就交給主講人 沒有沒有 你愛講嗎 快點你講啦 就上禮拜講 你講一下 我們時間不夠了 下次 快點 你講一下 哲武的精神 是他以群眾為主體 那在這邊 你不一定要完全的相信 就是主講人的話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也不一定要只是提問 你也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那在這邊不引經句點 因為他不希望用很難的言語 讓大家聽不懂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些很簡單 的話語 讓大家了解這些看似很複雜的議題 大概這樣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也是哲武之光 然後我今天對這個主題 有沒有興趣 但是我在想的是 因為我們是生在台灣 所以其實說 就是我們會去思考 言論自由這方面的 這個觀點 另外其實我們 很難真的理解說 那在法國方面 他們 就是這個雜誌跟 他的 法國的文化 他到底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要怎麼 去 怎麼會 更 更了解他 就除了 除了想跟問自由以外 我覺得好像他跟他的文化 也會有一些觀點 然後希望今天 可以站著我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安娜 欸 首先先祝週五 一周年節目快樂 就是 這一周年我大概唱一半左右 所以我覺得 對我自己來講 週五是一個 很好的思辨的場域這樣 那今天這個題目 剛剛嘉義老師有提到 就是 這個議題我覺得還滿有趣 可能是318之後 開始發酵的一個過程 是 他開始有一堆人在 議題一開始之前 就先衝出很多的意見 然後接下來慢慢 沈澱深化跟不同的議題的發酵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對我來講就是 我在 關注這個事件的過程中 我也在想我到底對於 法國跟他們的移民歷史 還有自由言論的界線 到底 還有宗教 因為我覺得這個議題 可能牽涉得太 很多順便可以談 所以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 大辯論這樣子 所以就是 我也會希望說 現在來聽聽 就是這麼多人 對這個議題有什麼樣的發想 然後我想要宣傳一件事情 但不是我自己活動 就是因為 伊斯蘭教這次 在這個活動裡面 我覺得有點被無名化 那我一開始是想說 伊斯蘭教這個東西 跟我自己的生活經驗 其實沒有太多的 觀點 不覺得我身邊的人 是伊斯蘭教的 然後後來就發現 欸不對 台灣有很多 大概40萬多的義工吧 外子義工 196 14萬左右是 印尼 印尼人 對 所以我怎麼會對於 幫助台灣 生活經濟 這麼多層面的族群 一點都不了解 所以哇 所以想說什麼呢 就是 2015年有一個 第二屆的 台灣 移工文學獎 對 移工文學獎 他們現在在Flying V上面 Flying V上面 有做募款 他們希望用這樣 貨到的款項來做 那個 出版 還有舉辦活動的經費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小小的 再贊助一下這個活動 對 然後還有可以關注一下 四方報 我今天希望我把自己 還幫你講過吧 六月的時候 他這個是第六中語言 也沒有 好的 就是這樣 我聽不太到 搞我聽到什麼 那現在 把等一下 把等一下 好像有事情要宣傳 稍等一下 這邊他的舉辦還沒講到 大家好 我是好辦的佩琪 現在 因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來到好辦這個空間 所以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奇妙多元的地方 就是大家 其實說的哲午這樣的活動以外 在好辦這邊 會有 可能是有趣的展覽或是活動 像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攝影展 跟上面的就是護衛生棉的一個展覽 那當然這個展覽資訊 可以看黑板上的這個介紹 那其實好辦 除了這個空間 會辦各式各樣的講座或活動 或是展覽以外 這個空間其實平常是共同工作空間 那在這邊就會有不同的 做人工作者在這邊工作 例如可能是攝影師或設計師或是作家 或是創業者等等 那大家可以 提議的時候可以來這邊 體驗一下共同工作的感覺 那每週一是美女類工作 跟有一個午餐共食的活動 那快到禮拜一可以來 就是一起吃午餐聊天 那剛 大家好 我是嘉媛 然後剛講到這些好辦 在舊城裡面做就是社區的一些 事情跟舊城宅神的部分 那今年初會發展幾好久 先用三階段的方式 希望讓更多人可以關注 舊城市的文化宅神 那最近一次的活動會是 在一月底的 一月三十號跟三十一號的小旅行 然後三月份也有遇川市集 等等這些美景 然後在年底的時候 會用一個沈船策展跟公民情供 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另外幫另一個團體 宣傳一下一個議題是 最近台中的火車站的鐵路宿舍 就是這個運動現在很需要關注 因為它很有可能會因為高架化之後 然後被拆掉 那這其實是台中少數還少有的一個 文化歷史傳承很重要的一個意象 那這團隊的粉絲叫做 台中文史復興域 那最近我們會有一些工作坊 或是一些連署或是公民行動的方式 那大家都可以密切關注這樣的一個事情 然後如果你想要一起加入 構思這個整個鐵道 陸空軸線的規劃的話 等一下會後也可以 這邊其實有很多個夥伴 都是這個運動的組織者 那也都可以就是留下很多仿事 要一起關注 台中文史復興組合 對吧 對 然後它是在 就是它也會在接下來有一場折舞的時候 會來分享 好 再來 現在麥克風在哪裡 對 這邊 大家好 我是徐霞 我想說走前面一點好 因為躲在後面講一下 就很像迷之音好奇怪 然後 我是今天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因為 言論自由好像一直都是被討論的議題 可是 對我自己來說不管看再多 我都不知道心裡面的解答是什麼 然後對於這一次法國的事情 就是 網路上有很多文章 可是我想 我一篇都沒有看 我想說我想要趁著折舞 這一次有這個議題的討論 我先來聽聽看 就是大家的意見是什麼 然後我在找出我自己的想法 再去看那一些文章 感覺會比較有一些思路 比較有一些屬於自己的想法這樣 謝謝 謝謝 幫我寫工商服務時間一下 那個 我是現在在好伴擔任實習店長小萱 然後接下來我們那個 1月33日有就成小旅行 就如果你對就成有想要認識 或是想對好伴的反而有更多的認識的話 歡迎來參加我們就成小旅行 然後那個活動的詳情 請看我們的粉絲專業 那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折舞 嗯 感謝 謝謝 好大家好 我是 我是 好大家好 我是思慧 我是中教大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今天剛剛考完期末稿 然後覺得很累 然後還有很多報告還沒做 但我還是懶 大家好 我是從余欣的社會長頁的 導演給大家 今天用來看 來參加一起看 跟那種不同的稿 我們一起看 看這個事情 謝謝 大家好我是余欣 嗯 那我這裡想 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大家都支持 百分之一百的 有沒有是自由嗎 好 謝謝 嗯 嗯 他叫他 我們一眼好 成為張華人 他在台中工作 那今天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 那來的話 可能有介紹過 不過他昨天打個很關照 這麼高 我覺得 嗯 覺得 成為心情不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團體 就是一個群職這樣 那 然後 就是百分之一 一直過來這邊 來採訪一下 謝謝 大家好我是許晏廷 然後 今天第二次來 只有我 那最近看了一些文章 那特別想要問說 關於這種 嗯 法國的 2nd degree的 批判文化 那 對於說 這種涉及跨文化的批判 是幽默還是謾罵 到底是要怎麼 怎麼樣去界定 謝謝 大家好我是盧雙 今天是週五 不是 今天是折舞的 周年 對 今天是週五的 折舞的 周年慶 所以我排除困難 一定要來參加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 台中折舞 然後我要看影片 然後我 我之前是在法國 唸字面很久 然後 我們來台灣之後 我們都不到家裡家鄉 然後其實就是說 這 從1月7號之後 就是 受到這個查理事件的 一個攻擊 受到很大的刺激 因為我先生是法國人 然後他也是漫畫家 他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呢 都是在網路上 默默著看大家的回應 然後我一直 幾乎都一直在看網路消息 那很關心 然後自從星期二呢 看那個電視 有話好說之後呢 就是對於其中 有一個來聽的發言 非常不以為難 然後呢 我先生他就在網上 就是留在那個 陳信聰的那個百頁 就是 留了一長串的回應 但其實主要是 跟對兩位來賓就是 這位跟外一位 我知道你們知道我講誰 然後就是說 就是一定要親自來這一趟 然後想要就是在 做過大家的討論 因為剛剛有很多朋友 已經提到一些 台灣的朋友 因為畢竟沒有在過法國表演 所謂的這個 諷刺跟幽默的界線 或是說所謂的 宗教或者是這些東西 然後加上就是 我覺得他是漫畫家 但是他並不是在報社 做那個從事 諷刺漫畫 他是所謂的漫畫創作者 對那大陣是說 就一個同學而言 他其實有很多的看法 那可能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多一下分享一下 他另外一點是 其實我們在嘉義 我們在營運一個藝文空間 那其實蠻希望可以在嘉義 有一個贈武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待會兒我想問你主單元 如何在 其實我們在嘉義的一個開解 然後增加更多的 討論的可能性 謝謝 好 對 大家熊耗一下 他說了 那我是漢陽 然後我想一個 講一個 在看這個打理 和報紙之前 我論事的查理 最熟悉的是一隻獨角獸 是那個 Andy嗎 那 我也要提一個問題 就是 大家都在說 原定是有 原定是有 可是這麼多宗教 如果這個報紙都共刺 比如四張東西狗 每天吃四家 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宗教信仰的話 那些信仰 那些宗教是不會殺人 究竟這些 殺人的人 他們是假神之名 還是他只是一個 暴力的 的宣洩行為 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都在講 那個 漫畫的 讓那些人來 隱形那些恐怖分子的殺擊 可是 為什麼這個宗教可以允許 這些人 像聖戰士一般的去殺人 這不是很奇怪嗎 可是這也是一個問題 大家好 我叫做黎曉涵 我是 台東教育大學的學生 今天是第一次來 職務 這算是要有這個活動 是因為 之前在我們學校 某個社團的社課 就照職務的資料 來討論 實行的議題 但我認為高雄或大學 都是電影 所以因為 電影思考上有需要 所以 我會去多接觸各種議題 然後來增加自己的 思考的寡度 更多多的想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光明 我之前在台中 求學 然後現在 我是彰化人 然後現在回彰化工作 然後想要更瞭解這個議題 所以今天就來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的博士 然後我在這種 台中總幹部居在意 然後因為明年 要去外圈 的話沒有時間來 所以就盡量來 然後這次會想來 是因為想要知道說 法國哲學發展的一種 脈絡跟它相言 結論自由的關係 然後還有就是 法國的 意識人移民的背景 就是我知道 法國是意識人移民 很多的國家 那它是怎麼樣的形成 然後反思台灣的移民 就是移工的狀況 跟台灣別人自由的狀況 然後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 距離情報考驗 我是彰化人 然後距離情報考驗 一天以後六個小時 所以 看到這個議題 然後 平常就有在關注一些社會議題 結果還蠻有興趣 都來了 然後 其實我想問的問題 大家其實都問過了 就是 打說 自由 自由的這個價值 這個旗幟 到底可以上當到什麼程度 然後 另外一個 一個觀點 另外一個觀點 是 反觀台灣 然後 反觀台灣 其實 台灣也是一個移民 出現這樣長大的一個國家 所以 還蠻想聽到 如果回顧自身的話 我們該怎麼看的確 好 嗯 嗯 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小妮 我現在還是大學生 然後 我是透過朋友的介紹 才會來這裡 然後 因為 嗯 我對這個議題 也是因為我想要有 更深入的了解 然後 希望自己的想法可以更廣 然後 我自己有想過說 其實現在 世界的主流好像就是要追求 各種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也是大家覺得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也想 因為現在世界的主流是這樣子 嗯 所以我們會覺得 好像 言論自由 非常的重要 不去放大它 這樣是不是 你是從我程度來說 是不是其實這也是我們的 身為主流的驕傲 我們可能會為我們 現在這種主流裡面 我們可能就會 比較沒有去考量到一些比較 呃 角落的 組群的言論 跟他們的思想 就是我們可能 我們的思考上會有這種 謝謝大家 那 後面 那個 坐著的這一台 最後一台坐著 各位好 我是彥琪 我是中學老師 我將理事課 欸 這大概是 可能第四還第五次來現場 嗯 因為我不能來 然後 有同學說要學這或各式樣的考試 於是不能來現場 的話 那請上網去訂閱哲學星期五的頻道 然後 從哲學星期五其實還可以 連到各地的 嗯 非星期五或星期五 那 我自己認為作為一個歷神老師 其實應該 是作為學生的眼睛 然後 我很謝謝哲舞 就是 嗯 做了我的眼睛 然後 到現在 如果 大概今年發生 從318之後的每一個議題 學生 都很自動的就會cue我說 老師那你怎麼看 這樣子 好 所以 我 然後 我想謝謝哲舞 然後今天關於 就是查理 就是我是查理 他打一個問號 其實 其實他打一個問號 就是剛剛前面也有 就是 有人講到 我其實會打一個問號說 那不是的呢 其實我比較關懷的是說 當這一些 伊斯蘭國的聖戰士 他進行了屠殺之後 嗯 然後高喊了為真主報仇 但是難道他不知道 他其實最後的結果 那法國是 是 是 下了一個決定 就是擴大在伊斯蘭國的轟炸 所以大家其實知道 以戰 止戰 是 不可能得到結果的 他只會造成更多的 道德錯誤 所以在那個 在我明明知道 做這件事情是錯誤的 或者是 我知道做這件事情 會有反效果 但我為何要做 我比較關心那個他者 就他們怎麼了 然後 其實不管我們是否支持 言論自由 他就是有言論自由 也許應該是說 人權的問題 不管贊不贊成 人權應該被限制 或是同性議題 各式各樣的議題 但是人權根本就是 凌駕於法律之上 所以 我也聽了哲思台灣 或其他 然後我今天也想來 經濟看 就是 老師怎麼說 然後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是劉書玟 大家好 我是葉玉璇 然後 我也是彰化搞成搞三 就是 十五天又十三個小子講 那我們從去年 開始在彰化 也有效仿哲學星期五的形式來辦 就是這樣能夠談 不過就是人數差很多 然後 今天就是剛好有空就來 也是像 類似曲子這樣 然後發現有 很多張畫 就是以後有空的話 可以來做一下這樣 大家好 我主要想問的問題是 因為我對於 講者的背景很好奇 因為我身邊沒有這種背景的朋友 所以我好奇這種背景 會對這種 會對這個議題有怎樣的看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蔡依塔 我是嘉義人 那來台中工作 那我來親家哲午是 就是朋友邀請我 對那 我是想要 就是 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沒有多想像 我只有唯一念頭 是其實我們台灣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台灣有各式各樣的宗教 雖然 還是會有看到一些對宗教的批評 但是不會做出這麼的激烈的舉動 所以就是 就是很耐心的想法是 其實台灣是個很棒的地方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所以我是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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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的 媽媽 在去年 有一個 的媽媽在國 遇到 我 住在台灣 我 不是 知道 你要是 在那裡 都 是 我 大夫 當然 ER 是 那 小朋友 是 那 是 所以商業部的問題 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一個東西 一件難的 可以當 如果是一般的難 這個動物 都可以來 各位 看來有點慘 我是累積最大的樣子 我是來自嘉義 我專程過來的 那我 我看了 看了一些報導 我是個人 對那個 查理說開 這些奔情 我是很神亡 為他們很勇敢的去表達 他們心中的一些主張看法 可能透過諷刺 透過什麼 不管怎樣 我相信他是 一定蠻有一個水準的 而且我看到一些資料說 他們是永遠堅持 他們所謂的悲免立場 他不是正統的 他不是一個主流的 但是他一直在扮演這種立場 所以我還是很深 那另外 我對於四十幾個國家的首領領袖 他們願意 然後 站出來 去 站那一天 不會 背腰筒的 去支持華國人 我是查理人 當然更多 更多華國人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還是 抱著心裡太多 因為我心中所想像的東西 是說 為什麼我們家醫師的人 那麼保守 不要說 言論自由 連心中 想講的話都敢講出來 但真話都講不出來 所以我也是說 欸 我想喔 欸 我的哲學作業是不是可以寫行 我是不要太豐盼 因為我二十幾年前 我是 我也是大學畢業 我就去當議長 我就去見前議長 所以我是家醫師第一個大學畢業議長 我當的是 所以我想像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我家醫師的人 那麼冷漠 為什麼我的同儕 社會的精英那麼冷漠 對這種議題是那麼冷漠 那平常看那邊的言論就是 不是所謂言論自己的狀誠 是自己自我限制 真正的話不敢講出來 那我如何接著這個議題 我的想法是說 如何接著這個議題 鼓勵我們更多的士林公民 更勇敢 把自己心中的真正的看法 主張講出來 跟蔡周刊這些人寫習 跟華為人這些人寫習 這個我的想法是今天的目的 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叫我投高雄 然後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應該不是來自片面 我想聽更多的觀點 才能用這個議題 然後查理周刊漫畫 這個有趣的漫畫 大概要表達的意涵到底是什麼 然後共刺跟幽默的底線應該在哪 然後除了哲思台灣 我還想推薦一個 哲學新的廣播節目 叫哲學團隊 然後裡面有用哲學關鍵 才很多社會議題跟書 還有電影 歡迎大家可以接手提 謝謝 呃 大家好 我是張元成 然後我現在在浮兵裡 然後 我浮兵的時候 每次都很期待禮拜 我能夠放下來 每次回去 因為 當兵就是 沒有什麼時間讀書 或者是 就是連上網我都很困難 那對這問題其實我 呃 還沒有讀很多文章也還 不太了解啦 那 我比較好捨的面相 就是一直掛我心的一個疑問是 就是 恐怖分子為什麼會殺人 就是他們到底在什麼社會 社會文化下 讓環境像 他們這樣可以 就是 受不殺 你這樣子 的行為這樣子 所以我對 我一到 除K的時候呢 那什麼 呃 言人是有那一句話錯啊 那 其實我還在 我只是在 欸為什麼 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應 在恐怖分子 他們身上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正宇 那 英雲機會 大家可以知道這個活動 你是第一次來 然後 謝謝大家 好 好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建議大學 西文系 啊 我都不來 啊 欸 我想我是對這個醫生不然就清楚 啊 多少多少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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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公務分子是他的太陽啊 當然 我是沒有 當然沒有贊成公務分子 這個 這種評語 就是 就是說 欸 我們要放在他的時光 歷史背景來看 什麼 就是 像我那一邊 受壓迫的人 啊 他可能沒有辦法的出土 但是當然 你去台南還是去 走廣島還是去 京都 那是 不是說一個好大的 但是 如果 放在這個來看 他可能 在 一個無能的狀況 或是說 他不知道有其他 可以 一個 一個 例如說發洩 還是說 他宣洩的管道是一個 一個 他抗議的手段 他可能不知道其他 沒問題 只知道這個 他可能還有一些 人 有心人士幫他控制 他就做這個事情 所以 可能 一邊就跟他 他變成一個工具 他也不知道 就是 我做這個事情很好 但是 可能 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可以去 達成他要求的 手段 就對了 當然 有很多的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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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陳俊江 我是 台中人 今天 也是第一次來 哲學心節 比較好奇的是說 大家都在講 言論自由 那 如果太超過 不知道會不會電成 比如說言語 罷你之類的 所以 這兩個 兩者中間的分界點 不知道有哪裡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武的志工淑慧 然後 因為之前曾經有 在媒體工作的經驗 然後 關於 查理的這個恐怖攻擊的事件的話 我是在想說 我是一直在反應說 當我在媒體工作的時候 呃 我傳達的是一個言論的自由 還是 我也曾經在 不知不覺當中 我 不經意的 在我的言談當中 呃 傳遞了一些奇事 就是我的百姓 謝謝 我是哲武志工 陳昂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武志工阿峰 然後 呃 言論自由 呃 有時候其實 當你掌握發言權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變成是一種霸權 對 是一種 呃 言論暴力 其實也是可能的 呃 對 好就這樣 呃 大家好 我是 今天我來自台中 高雄台湾 台灣議員的 學生 希望今天來這裡 能學到很多的東西 謝謝大家 好 我是台師 來賓 謝謝 大家好我是大孟 我是哲武 長期忠挫的資工 然後在高中消失 那我比較關注的是 因為我在希望 我們比較常遇到的是那個 霸凌 霸凌 那我覺得其實 理論自由跟 簡單來說 你的信封的理論 跟實踐上 你的使用理論上 其實常有落差 就是當我們在談 言論自由的時候 或是說 我覺得我可以尊重 或什麼 可是比較需要檢驗的 可能是行為 那這會讓我想到說 那個 之前日本那個清廟 在談那個霸凌事件 一個老實的無力 怎麼看待 那個 就是實踐了這件事情 他真正去做了這件事情 再談那個 言論自由的 影響跟擴散 這是比較關注的 謝謝 大家好我是小徐 我比較不清楚的狀態進來 看到說 我是查理 誰是查理 我們會不會因為 如果說沒有這樣 不同意見的人 發生 然後我們就當個查理 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 也許對他們 對這些人而言 你不是幽默 你真的欣怒到我 這樣 大家好我是 我是就讀 東海大學 中文系的 璀璨 我 我對於 原諾自由這件事情 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要有 有所碰撞 我覺得人類需要有 言論的碰撞 他們 才會 可以 繼續往前進 因為 假設沒有碰撞的話 你們怎麼 怎麼可能 我們這樣 人類怎麼可能進步 當然 你那個碰撞 如果做到 太激烈的話 你必然要承受 你的後果 那是 當事人必然的 因為這樣 這也是一種 比較 柔心的戰爭 我覺得 這個可以代替戰爭 這才是 人類進步的關鍵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 中文系的 師爺 那 蛇舞在我們 西上已經流傳很久 今天第一次來 那今天 言論自由 就讓我想到說 我們現在生活在這個 現實的生活空間 似乎言論自由已經 到達一個界限 已經到一個瓶頸 然後慢慢的往我們的 虛擬世界去發展 那似乎人們對虛擬世界 言論自由 好像 他的約束力 會低於現實生活 所以 所以人們 在虛擬世界裡面 似乎 因為約束力的降低 兩者 大家願意更多的 把更多的想法 甚至當作一個 發掘工具在 虛擬世界 那現實生活的我們 是不是變得更冷漠了 那我就 會想說 那言論自由 在虛擬世界 跟現實世界裡面 該怎麼少一個平衡點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謝忠 我是學生 我們還有外面 因為已經滿到民族路了 肯定人來得50萬 所以 來外面的同學 來自我 大家好 我是志忠 然後就剛好有空 來聽一下 謝謝學學 星期五 一週年快樂 謝謝大家 大家好 今天剛好經過台中 所以看到了這個消息 就過來 政治大學 歐語系助理教授 我在法國再過18年 然後第一次認識法國 應該是25年前吧 然後 當然這一週來 看到很多報道 非常的驚訝 沒想到台灣 會有這樣子的解讀 所以我想今天也要來 聽聽看你們為什麼這樣解讀 或者是到家室 為什麼在各種不同的立場下解讀 因為剛剛我在外面進不來 所以其實前半場 我是沒有聽到的 所以 我不知道說 可以 是不是可以參與發言 反正 再說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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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廖林杰 然後 對這個 這個 這個事件很有興趣 因為我會覺得這個事件 還是 兩個宗教 幾千年來的 對立 還是沒有除掉 我是覺得 這個事件是因為這樣而起 對,好,謝謝大家 祝這部生快樂 好,那換下一位 大家好,我叫冠軍,然後我朋友約我來 可是我朋友沒來 剛剛有以為朋友找他來 是這個嗎? 有啦有啦有,朋友來 都做我就照道理 好,OK 不知道,我覺得 這樣,就是大家介紹完之後 很好奇是說 暴力是什麼 我也提到暴力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 查理 是查理恐怖分子 而是恐怖分子 或者說恐怖分子在另一個名字 他叫做聖戰士 查理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這個 褻瀆了我心目中一個非常重要 不只是宗教的信仰 而是一個 生存理念的 一個侵襲者 這些名字如果都拿掉的時候 好像我們才可以開始回來看說 這件事情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處理它 回歸到 所有的人 這些 這些不管是查理 不管是所謂恐怖分子 聖戰士 不管是 是不是都是一個人 如果回到那個 這個本質上面 有沒有辦法 來比較好討論這件事情 我也是蠻疑惑的 今天 為了開場一下 所以特比今天把那個 很多文章看了一遍 不過還是很疑惑啦 就是說沒有一個非常 好的一個既定的想法 好 那我們 因為時間真的 拖得有點晚 那我們趕快把麥克風叫來 建議主持人